Oakland Oakland Woolstreet擲營露宿者驅逐行動開始 經過數個月的法律訴訟之後 Oakland市政府在星期一開始 拆除Woolstreet Cummins的露宿者營地 推套機和垃圾車在早上已經出現 清理行動在早上9點開始 搬走大約70名在該處擲營的露宿者的物品 根據霍氏電視台報導 有露宿者呼籲保持冷靜 但是聲稱不會令過程容易 Oakland市政府預計清拆過程需要大約兩星期 希望能夠給予足夠的時間給民眾清理和搬遷 Oakland市副助理Latonda Simmons表示 會向民眾提供市府庇護所或其他的庇護計劃 Simmons指出他們要達到兩個目標 包括將露宿者過渡到庇護地方 並將原有的地點移交到發展商 來興建170個永久的可負擔房屋單位 這一類大規模的清理責任行動一直以來都存在爭議 因此停滯了幾年 今年2月底 法庭判決指Wool Street Cummins的露宿者 有足夠的地方可以下腳 於是取消一項臨時禁制令 為清理行動開綠燈 星期一曾經有一些人士阻撓重型機器運作 但最後清拆都順利進行 工作人員於營地拖走12部汽車 有4名露宿者答應會搬到一個新的微型房屋庇護計劃 市府外展隊向露宿者逐一溝通 為他們提供多個住屋和庇護點選擇 也提供就業支援以及其他服務 當中包括有100個床位的Wool Street社區微型房屋庇護計劃 這個項目由加州州政府撥款830萬元興建 另外也在66 Avenue上設立了新的RV露營車停泊點 不過有聲援露宿者的人士認為 這個並非永久的解決辦法 只計劃不足以滿足當地社區所需 而有露宿者就覺得市府不應該將它們拋棄 屋輪現時透過微型房屋庇護計劃 共擁有334張床位 根據2022年的統計 屋輪有5,000多位露宿者 比2019年增加了24% 而在Alaminda縣 有47%的露宿者居住在屋輪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 的公平 感谢观看